班距6分变12分 机场捷运赶年底半套通车 已经6度跳票的桃园机场捷运 持续进行密集测试 这条盖了20年的捷运 现在距离通车只差临门一角 参与机场捷运体检小组成员 向本刊透露 交通部规划年底前 就让机场捷运通车 只不过这套通车计划 必须把机场捷运从原本的6分钟一班 拉长为12到15分钟一班 运量及速度都跟着打折 会这样通车 主要原因就在于 机场捷运现有的耗制系统 设计出现难以弥补的错误 如果以台北到机场 35分钟的直达车时间 班距最短6分钟的情况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交通部想出来的解套方式 就是先通车再改善 机场捷运在通车两年之内 必须在减班降速的情况下 才可以运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